那么意大利米兰的垂直森林的项目曾经获得了2014年的法兰克福国际高层建筑奖 还有2015年的芝加哥世界高层都市建筑学会金奖 垂直森林不仅是成为了城市环保绿化的一种新的模式 同时也获得了非常良好的投资收益 垂直森林定位于现代化高品质的住宅楼 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投资 建筑落成后凭借出租和出售 早期的投资都获得了理想的回报 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 据了解 现在垂直森林项目的均价仍维持在每平方米1到1.5万欧元 约合7.9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高位 这区域是向北、北、北的地方 所以在这区域我们看到有很大的机会 也在未来的资讯 也在未来的资讯成为一个新的区域 可持续性建筑的目标之一 在于降低建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而在垂直森林 人与其他生物共同享有自然的概念 被提到了中心位置 建筑师博埃里认为 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未来绿色建筑有望发展为更大规模 融合程度更高的绿色城市 现在我们正在想到一些城市 就是一些城市 在哪里没有一线 与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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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完全滲透 我们在中国 在美式与西方 在意志 移动地区域 为50,100,150万人 全是建立的建筑像这些 这些是在于学校 在于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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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不同的高度 但在于居住 的变化 是重要的 那么意大利米兰的 这个垂直森林的项目 曾经获得了 2014年的法兰克福 国际高层建筑奖 还有2015年的 芝加哥世界高层 都市建筑学会金奖 垂直森林 不仅是成为了 城市环保绿化的 一种新的模式 同时也获得了 非常良好的投资收益 垂直森林定位于 现代化高品质的住宅楼 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投资 建筑落成后 凭借出租和出售 早期的投资 都获得了理想的回报 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 据了解 现在垂直森林项目的均价 仍维持在每平方米 1到1.5万欧元 约合7.9万 至11.9万元人民币的高位 可持续性建筑 可持续性建筑的目标之一 在于降低建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而在垂直森林 人与其他生物 共同享有自然的概念 被提到了中心位置 建筑师博埃里认为 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未来绿色建筑 有望发展为更大规模 融合程度更高的绿色城市 现在我们要讲的 要道理解 有些地方 与些地方 有些地方 与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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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世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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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心 与世贵的 都在培底下 与世贵的 真正 年轻人 都在这些地方 全都是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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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某些位置上, 但在某些位置上, 在某些位置上, 在某些位置上, 是很重要的。